我是环境时报总编曲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十四日前往索契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方说双方进行了不错的实质性的对话 确认了开始扭转俄美关系 并逐渐恢复交流渠道 俄方同时强调 俄美关系目前尚未出现突破 但美方表现出了务实态度 莫斯科一直希望缓和俄美关系 他的态度很单纯 为什么要对立 华盛顿对改善美俄关系 则有一份额外的考量 他希望分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把俄罗斯从对手变成战略挤压中国的新杠杆 北京的态度则很坦然 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乐见美俄改善关系 大家看中方对全面发展的中俄关系 展现出高度的自信 俄方则对华盛顿挑拨中俄关系 保持警惕 从来不接美方这方面的话茬 比如对美方希望将中国拉入美俄军控谈判 俄方公开采取了冷战态度 大家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 美国联中抗苏 如今中国被美国政治精英们视为头号战略对手 反过来想搞联俄抗中 岂不顺利成章 按道理说 在华盛顿的政策圈里 的确有人在动这样的念头 老胡想说的是 这一届美国政府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想法 比如极限制压 他认为可以让包括中国这样的巨人在内的各国低头 再比如给莫斯科几个笑脸出来 就能重置中俄美之间长期形成的深刻战略格局等等 让人怀疑华盛顿今天的政策圈被一些门外汉把持着 他们在凭着被自私扭取了的直觉做决定 很显然 俄美关系改善 现阶段只能从怒目相视变为彼此和颜悦色 美方远没有为彻底改善同俄罗斯关系 开展全社会的心理准备 他目前只停留在特朗普总统个人的意愿层面上 美方仍然将俄罗斯庞大核武库视作心腹大患 试图建立对俄罗斯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美国尚未从北约东阔的思维中走出来 继续强化东欧反俄国家作为它的新的战略地盘 在具体的乌克兰 叙利亚 委内瑞拉 伊朗等热点问题上 美国的立场仍与俄罗斯南辕北辙 此外美国还保持着对俄罗斯大量制裁 特朗普想取消他们会受到国内建制派和民主党的激烈反对 在大选临近时 这几乎没有可操作性 还有上世纪70年代 中苏是对抗关系 中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 中美联手有巨大的共同利益驱动 在苏联威胁面前 中美之间的分歧显得渺小的多 此外 当时中美实力差距悬殊 美国不用同时防着中国 与今天的美俄情况很不一样 所以美国后来能够接受与台湾断交的条件 但他现在做不到撤离乌克兰 再同意恢复莫斯科对波罗蒂亚三国等前苏联国家 甚至前华约国家的影响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 中俄关系已经形成了战略稳定性 两国关系在叶利钦时代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还很好的时候就开始强化了 他的绝大部分纽带都是与美国和西方的压力无关 这是两个大国平等的伙伴关系 两国的友好合作方式 有百利而无一害 促进了两国漫长边界的长期稳定 增加了各自在全球的战略主动 两国任何一方都不会为了取悦第三方而损害 中俄关系这不值得 所以说北京乐见美俄改善关系 这是真的 我们说这话是很有底气 谢谢